泽连斯基总统位置不保 强敌出在内部 美国的态度很微妙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好来观点 最近 泽连斯基的二子可不好过 一方面 前段时间去美国要饭 结果拜登只拿出了两个亿 就给他打发了 并且表示 以后能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 这和他之前需要多久 就支持多久的说法相比 明显感觉没了气势 可想二之 美国其实是不想在乌克兰身上 再花大力气了 另一方面 乌克兰内部复杂的情况 也束缚了泽连斯基的手脚 首先 在俄乌冲突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乌克兰内部爆出了大量腐败案件 这下可算让美国找到了不愿意援助乌克兰的地方了 毕竟美国的援助是给他们用来打俄罗斯的 又不是给乌克兰的这些官员享福的 正因为如此 泽连斯基开始对乌克兰政府内部进行整顿 可也导致内部矛盾发生激化 有报道称 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被反超了 而反超他的人正是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 扎尔日内 目前 这位总司令的支持率远超泽连斯基 蒋介二十个百分两 可以说 泽连斯基能不能在总统的宝座上待到 俄务冲突结束 还是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 也是在前几天 乌克兰军队总司令 扎尔日内的办公室 被发现有窃听装置 俄罗斯方面有效推称 这可能是泽连斯基干的 目的是监视扎尔日内 看他有没有和西方接触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泽连斯基的话招还真是不少 乌克兰总统如果真的换人 西方国家会通义吗 其实呢 这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想西方各国应该是会继续装容作样 表示默许 因为呢 按照他们一贯的逻辑和滋味 泽连斯基现在不仅是不听话 还经常伸手要钱 让他们很为难 那还不如换掉他 让一个愿意与俄罗斯和谈的人上位 早在几个月前 西方国家就明里暗里暗示泽连斯基 让他与俄罗斯坐下来谈谈 毕竟啊 俄罗斯对此一直保持着开放态度 再加上 美国深陷八一冲突 自顾不下 更加想了 俄乌冲突有个像样的结果 毕竟啊 用乌克兰牵制俄罗斯的目的 已经不可能实现 美国也认听了这个现实 所以呢 尽快和俄罗斯恢复对话 才是耽误之急 可是呢 泽连斯基并不想认输 他曾经扬言要战斗到 乌克兰最后一个人 因此呢 在是否和谈这个问题上 泽连斯基和美国的分歧 不是一般的 但是现在 泽连斯基是要啥没啥 哪里还有什么叫法的底气呢 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气子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呢 向补兴提走 选择和谈 要么呢 就是从总统的位置上 乖乖滚蛋 面对这种两难的状况 颇以无奈 泽连斯基此前的强硬态度 似乎呢 也有了一丝丝的动摇 最近 乌克兰军方提议 准备再动员50万人 上前线和俄罗斯玩命 但泽连斯基犹豫再三之后 选择否定了这个提议 对此呢 他解释称 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涉及数量太大 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才行 这要是以前的泽连斯基 估计呢 二话不说 马上就开始动员了 但卢金呢 淡定良诀 他不得不认听现实 选择收敛一下风吧 看来呀 距离恶物冲突和谈的二子 已经不远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期待 泽连斯基向普京低头吧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